那么顺便我们再说一下 内的结构 内的结构从头上看一下就行了 首先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弯曲的内 那么转弯最大的这个部位呢 叫肋角 这儿有个肋结结 这儿翘起的这个叫肋脊 然后就是肋径 横大的叫肋头 肋脊 肋结结和肋脊 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面 这儿有个关键面 向下旋转 形象前内侧 这个就是肋骨 肋骨的下缘后半部 还有一个浅沟 这个浅沟 这个浅沟叫肋钩 注意从这儿再往前所接的这个结构 这个就是肋软骨 好 标记一下 这个叫头 这个叫肋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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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缘 下缘 有一个凹钩 叫肋骨 肋间的血管神经都在这个沟里 转向前以后呢就离开肋骨了 所以在这个后半部 肋骨之间穿刺的话 你不用考虑能不能损伤 肋间血管 肋间神经 因为它在肋骨里 在前一段 要注意 在两肋之间穿刺 我们看关键面 关键面啊 大家知道这个肋头上 有两个关键面 这一个 这一个 在肋结解 这个部位还有一个关键面呢 所以还有两个关键面 跟椎骨之间构成关键 这是从结构上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内软骨 它是富有弹性的一个骨 那么临床上利用这个特点 可以给患者做体外心脏按摩